10月13日晚,陆寒杭州演唱会逐约而至,虽然之前网络曾经有黑潮陆寒谷了,演唱会门票都要降价出售, 但是从目前网络曝光的现场照片中,一片黄色的海洋,都是一圆鹿角的颜色,也是彰显了陆寒依旧坚挺的人气啊。 不过,虽然粉丝给力,现场的小鹿却有些掉链子啊,演唱会现场,陆寒性歌热舞拍翻全场, 敬爆的场面,引来现场一众芦苇尖叫声不断,稳定发挥的小鹿,唱功依旧是刚刚的,绝对是一场听觉的盛宴, 不过在和现场的粉丝互动环节,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,先是,因为现场的粉丝声音比较嘈杂, 粉丝们劝陆寒喝水的时候,却被小鹿拼成了衣服,多次他聊对话之后,陆寒甚至还把粉丝的喊话,听成了让他脱衣服, 对此,小鹿还以本人惊到和粉丝直言不能脱衣服,我里面什么都没有。 期间,陆寒更是还和粉丝们大受自己设计的衣服,还一脸得意的样子,相当的有趣,面对如此有趣的一幕, 很多粉丝们纷纷开启了段子手模式,耳聋实际,跟我们做英语听力一个一样, 看懂了在碰瓷,卢伟喊得好可怜,声嘶力竭,更是还有粉丝调侃到,他绝对是故意的。 其实,当晚发生在陆寒身上的趣事并不只是这一件,对于秋库的执念,让陆寒即便是在杭州开演唱会, 也不忘和粉丝大聊秋库的故事,更是还表扬现场这湖门穿秋库的粉丝们,和他一样, 年轻人们看,于是,一脸迷之自信的小鹿,被送上了热搜,关键词就是让陆寒穿秋库是不可能的, 真的是迷之有趣啊。 另外一件事是,则是陆寒因为演唱会,惨非自己的粉丝贴吧DIS, 原来,为了让粉丝们更好地体验陆寒演唱会的酷炫效果, 在演唱会开始前,陆寒贴吧还特意提醒粉丝们灯光应援时,要关掉陆寒, 然而,去现场粉丝微博爆料,演唱会现场陆寒却让粉丝们开了闪光灯, 导致全场都是一片白痴灯的感觉,于是,陆寒发苦口婆心,劝告粉丝的努力, 就这样被小鹿给破坏了,以至于,陆寒把艾特和陆寒的微博, 一句算凝狠,哼,真的是超级的有画面感啊, M真想知道,小鹿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呢, 而如是种种的巨事发生在一起,也是难怪有网友调侃, 这场演唱会真的是大型灾难现场呢,也有粉丝调侃,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热恋中的人,智商为零吗?